好 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45分 欢迎回到台股线上 加权指数目前呢是上涨20点 可以看到说呢 刚刚盘中在这个 可以看到说涨幅是急速的收敛 那么现在来到18316点 盘式上的观察 我们电话线上要请教到的是 华冠投顾的范震宏分析师 老师早安 四今早 观众朋友大家好 要请教老师 昨天晚上看到美国股市呢 是全面呈现反弹 那么今天呢台股开高之后 现在呢是盘中 突然这个涨幅急速收敛 今天量呢其实估量也只有 大概2600亿元而不是太多 那么对于说呢 在现阶段盘式的看法 老师怎么观察 好 那开盘的时候 那主要因为这个细晶源 这个环球晶在这个大陆那边的市场 这个谈统档案后 这边是有要通过的 乐观看待这个通过 所以早盘的时候 那个环球晶带动整个细晶源 去做攻击 那所以贵买早盘也涨了一%多 不过后来这个细晶源 就慢慢的缩练涨幅了 包含这个中美金啊 这个合金 还有台胜科 这四家细晶源都一样的一个状况 那盘中刚刚一度有这个 金融股有接棒 不过目前金融股也稍微有点回落 所以等于说今天似乎这个追加力道是并不够强的 那短线来说整个看法还是差不多了 就是短线这边还是提醒大家持续留意风险 那比较重要的是 问题是昨天这个鲍尔在发表谈话的时候 其实说的看法跟这个联准会 这个在前几周公布的联准会 会记录的内容大概是差不多的 就是要升息 然后但是说表的时间点呢 可能会相对于升息的时间点落后几个月 那这是大概就是说市长是以说 没有更鹰派的说法 所以昨天美股是出现一个强谈 那稍微说早盘也是算是有带过 带动价券指数去做攻击 那不过呢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留意 这个明天跟后天 今天跟明天分别要公布 这个CPI数据跟PPI数据 那如果说整个数据的状况 还是高于市场预期的话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留意 因为毕竟目前的升息 就是说三月 三月要进行的升息的几率 是已经高达75%以上 那如果说整个CPI跟这个PPI的数据 又飙高的话 那可能要留意说 这个缩表时间点会不会更拉近 因为现在市场在关注就是收资金的速度 那如果说收资金的速度 如市场预期的时候 持续再要加速的话 因为毕竟在2015年那次的升息循环 2010 2015年那次的升息循环里面 升息跟缩表的时间点 基本上落差是蛮大的 那如果说这一次是比较偏紧迫的 收资金的话 那市场可能还是会相对来说 会有比较利空的反应 那另外就是在台积电法说会在礼拜四嘛 就明天 那今天台积电市没有太明确的一个攻击 但是呢 昨天跟前天基本上都是表现是比较强势的 那短信就是留意说台积电法说后 法说会过后的市场怎么反应 因为本来我个人是预期说 这几天如果说 昨天跟今天我说台积电市在650块以下 是去震盪整理的话 那反而这个法说会后 或许有机会去反应这个法说会的利多 但是在连续两天的上涨之后 今天稍微开高走低嘛 那其实我觉得 反而这个想法可能稍微要改变一下 反而是要留意一下说 台积电在明天的法说会后 明天的法说会后 会不会反而会有利多出镜 当然说利空就不用讲了 利多的话可能是要留意有利多出镜的一个状况 这部分可能就请大家留意 那当然说今天在台积电相关的设备场 有些是有一些反应的 比如说像这个无神市的这个信鸿科 那涨了5%多 那返旋早上一度也有涨到2-3% 那星云的部分也有做攻击 那这个逊德的部分呢 早上也是去做个大涨 那他说涨的整齐度是并没有很全面 不过几个主要的受惠股 还是有去做一个攻击 那则是一样 我看到的这个延续性就是盘中的追加力道 一样是不够强的 那所以短线呢可能 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偏谨慎保守一点 这个大家可能就还是要留意一下后续的状况 那目前呢指数我们在连线过程中 现在是翻黑的 那我觉得这份短线 就一样提搭 因为边境量能也不够嘛 所以还是会提大家建议 还是这边谨慎降低资金使用率来做一个防守的硬度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讲到说呢今天在这个盘氏的观察 其实可以看到说呢今天像是在这个矽晶圆 太阳能矽晶圆族群表现还不错 还有像是在这个载版的部分呢 因为在这个郭明琪分析师最新才出具了这个报告 对于这个欣欣相当看好 老师怎么观察 好那欣欣仅说南电 那早盘是有开高啦 不过我看法 简单来说就是去年基期比较高 本益比较高的公司 今年展望或许还是持续的强劲成长 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下 这个升息跟缩表带来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估值下调的这个风险 因为毕竟如果说以欣欣来讲啊 如果说的确欣欣今年展望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那但是呢股价呢短线是有跌破 这个11月底跟这个12月 就是12月中两个平台的低点 所以短线上其实是已经算是确定转入 那如果说你这边要重新转强的话 要嘛就是有特殊的利多 比如说我宅板今年又要再涨价 那有这个利多可以把它硬扛上回月线的话 那不然的话短线的话 我是觉得说在季线上 宅板相关的 因为目前只有欣欣在机线上 那如果以欣欣来讲的话 就是在机线上 持续去做整理 那会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好一点 那但是如果说因为整个市场 因为一些数据的影响 再次破线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要留意一下 这个虽然说展望正向 但是短线的国家表现 因为国际形势的关系影响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要风险意识要提高 好这个是对于说在这个新进的部分 还有就是可以看到说昨天对于金融股近期呢 也是非常强吧 那么外资昨天也大买金融股 还有在这个昨天融资增加的前十名 其实几乎都是金融股 这个老师怎么看 那金融股我觉得要特别 也不能说小心 然后就是说毕竟这个升息预期 对金融的接下来的展望来说 当然是正向的 因为他们会增加相关的利差 会增加收入嘛 但是呢短线以技术面来讲 金融是大涨率創高 那昨天的成交比重 那其实金融部分的 在历史的成交比重 大概就是占每天的话 平均大概就是2%到3% 那昨天是飙到了10% 那目前也有9.45%的一个表现 那短线的资金 瞬间涌入金融股 其实我是比较担心的 因为等于说大盘是没有地方买 然后只要跑来买金融股 这个升息的题材 那我是觉得反而这边短线 或许后面还有一些延续的力道 但是我觉得整个市场 如果进入修正的话 金融界上也跑不掉了 那这边我是建议大家 可能多观望会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毕竟你如果说昨天才追 或者是今天才进场的话 我觉得会算是动作稍微慢了一点 那我说你本来就有布局的话 那大家短线可以留意 是否要在这边附近去做一个停利 或是获利了解 那当然是说 如果说你是以定存概念为出发的话 我就觉得就是不要乱动就好 好 最后要请教老师 对于说在今天盘面上 对于细致材的这个部分 像是在这个3035的致员 现在也已经翻黑了 老师怎么看 那细致材其实就是高本益比的族群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其实不止细致材 像一些IC设计 那其实今年的展望不能说差 但是我觉得相对于去年来说 去年就是一个很高的基期 那这部分我觉得反而是要特别留意风险的 虽然说的确比如说像那个智远啊 创伟啊 其实最近来说都回到季线之后 附近是有守的 但是以今年整个的估值来看 那像创伟他今年成长性是非常好的 那可能下档相会相对有称 可是大家要想 因为像最近常被问说 诶那个 这个郑红啊 那个最近这个防御型的股票 应该要买什么 那我会建议大家 其实最好的防御就是现金 那你去买什么 其实基本上顶多是相对抗跌 那你说要短线要出现大涨 那你有获利的空间出现 我觉得其实相对比较困难 因为其实这几天就注意到了嘛 那你即便说你是买金融股好了 你在那买的点很好 可是问题是他后续的涨幅可能也未必大 而且再说万一后续市场要反应利空的话 他们也未必会就是强势的继续上涨 其实这部分反而是比较 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小心为上这样子 神经病人 失败成交通